在明星真人秀《花儿与少年2》中 穿插了不少手写的文字感悟 相当具有文艺气息 而有消息称 这些文字均出自于景博然之手 并且他的字体目前已经被某字库看中 在沟通购买事宜 版权至少价值300万 可谓一字千金了 日前 景博然出席主演的电影《三成记》的新闻发布会 也大方谈及早前一字千金的传闻 当被问到是否他的字移 1000元每字的价格被收购时 景博然回应称 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字的价格 对于网友和粉丝们 纷纷夸赞景博然不仅言之爆表 还才华横溢 景博然在忍不住嘚瑟称 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字可以这么火 所以我终于可以不用在逗逼的路上前行了 随后景博然更是搞笑称 这年头光靠脸是不行的 大家都说你靠脸就好了 不用靠字了 脸心的显然靠不住了 夜市的闲门中心上海报道